日前 俄罗斯展示了最新延售的一架 安124-100新运输机 该机在2019年9月6日成空起飞前往基地 安124是苏联时期研发的一款重型运输机 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量产型运输机 该机的载重量比美国的Z5运输机还多了近30吨 尽管安225的尺寸比安124更大 但安225只完成了一架的制造 而安124目前有多架仍在服役 安124主要用于运输坦克 导弹 桥梁等大型军用设备 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生产型飞机 安124上安排有厕所 洗澡间 厨房和两个休息间 远程飞行时 飞行员可以得到较好的休息 因此 远距离重型运输优势明显 安124创造了20多项各种世界飞行记录 得到了国际联合航空委员会的承认